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蜗牛载车书,我是岛主 前几天有车友私信我,就说想把车内的家具的颜色给它改掉 问我怎么改,有啥办法,是喷漆还是怎么样 我看了一下,它的颜色就是比较重 接近黑色的,黑色的,然后还是个套色的 灯光打起来的时候,这些都要收掉 桌面的东西都要收掉,生活的东西收掉 看起来还是挺有范儿的 但是如果一旦有点生活的气息了,那可能就差一点了 如果他把灯光关上,挺压抑的 他跟我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女生嘛 女生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起床了 有着半夜起来,可能感觉彻底说阴森恐怖 其实就是因为颜色的原因 他想到换成白色的,换成这种颜色的 或者是一种白风目的,或者是换成那种浅色系的 然后我建议他就是说你换这个家具就没必要了 你刷喷漆就环保不行 是吧,尽量找那种就是环保的那个贴纸 我说环保的贴纸,有那种环保等级高一点的 你贴一下,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但是我说如果是尽量买那种耐高温的,贴一下 如果没有耐高温的不行 因为太阳一晒,夏天的时候可能会热啊 你也会开交比较麻烦的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车内这些就是配色啊 包括车内家具颜色配色的一个选择啊 和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期分享 那很多小伙伴呢 就是我们去车展看车的时候呢 都是像类似于就是现在这个房车这种样子啊 就是灯光打的都比较亮啊 所有灯光的效果都出来了 那有些车呢 可能的配色啊 包括它的这个吊棍啊 都是那种拼色的啊 那有些可能用的那种田园风 田园风的房车比较少 大部分用的都要用重颜色的 就是它做的还是那种类似于商务车的范儿 看起来就是啊 比较有档次那种啊 所以灯光一开 甚至有的还带背景墙呢 那实际上啊 这种房车我们要作为一个商务招待的 就是那种小一点的那种B型房车 或者小的商务接待的这种车还可以 但是如果做成一个大的 像这种拖挂车了 或者是一个C型车了 你的颜色很重的话啊 那只有在灯光都打开的时候 有这个效果 当你早上躺在床上 起床一睁眼的时候 不可能有灯光的 对吧 这是一个 二一个就是我们正常玩房车呀 不可能把所有的灯都打开 什么灯带 像这种灯带呀 灯带呀都很非电的啊 我们一般就用最节能的灯 可以照亮就可以了 比如说头顶这个灯啊 它只有8瓦 那这一圈灯带呢 可能就几十瓦了啊 整个车打开的灯呢 可能就一百多 两百多瓦的一个耗电量 如果只打前后两个灯呢 亮度足够的情况下呢 十几瓦就够了 正常我们日常生活 可能不会开那么多灯 除非有外接电源 但是呢 这就问题出来了 我们去车展看车的时候啊 厂家设计的灯啊 都非常的酷炫的 然后灯都打开 你看这种效果 所以我建议就是我们去选房车的时候呢 你把灯都关掉 你看一下效果 然后就是其第一个 第二个你躺在他的样车的床上 往上看啊 灯都关掉啊 把包括这个窗帮 把帘都拉掉 灯过了 你躺上 你感受一下 它就是另外一方感受了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就是选房车的时候呢 还是尽量选浅色的 就是如果旅居为主的 或者长期打算在里面住的啊 尽量选浅色的 你看我的蜗牛一号是原木色的 蜗牛二号是黑胡桃的 那蜗牛三号啊 果断又回到原木色的了 那这个车呢 它属于是白风目的啊 也都是浅色系的 那这种车 你看的视觉效果呢 车本身就宽敞 大 因为颜色对人的心情啊 也是很有影响的 那很多人的房车买完了就后悔 那带着家人出去玩一次就不玩了 其实很多原因啊 也可能跟颜色有关 为啥 就是本身第一次玩呢 可能不太会玩 当你自己不会玩的时候呢 带着家人出去了 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点矛盾点 可能家人不太适应 然后你还手忙脚乱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可能颜色 车内的颜色又比较重的情况下啊 这种视觉效果呢 可能就不是很舒服啊 你在晚上的时候啊 或者天刚蒙蒙亮 或者半夜的时候啊 外面有点路都 或者车里有一点点灯光的时候 然后你略微有一个什么黑影的东西 啊 可能都看着 它就不是很有安全感 就像我们家里有小孩子的 或者我们小的时候 记得吧 就是有一件衣服 晚上挂在那啊 突然月光一闪 你看着黑乎乎的 你可能心里都会发毛一样 同样的道理 那如果你的车的颜色都是浅颜色 你看过像这个车一样 看过去都是一片白色的时候 即使你晚上啊 它有一点点光 你能看到的 它也都是一个暗白色的 也不会有那个增加这个恐怖感 所以相对体验会好一些 这是一个 还有呢 就是说 刚才我说过了 就是建议大家买车的时候呢 门关上 穿轮拉上 灯关掉 躺在那儿感受一下 这个是尤为重要的 因为涉及到你每天躺在床上 起床睁眼 你看到的低眼的东西 这个是对心情还是很有影响的 这次呢 带着老爸老爸边境万轮行吗 可能房车没有 看一千辆几百辆是有的了 那也跟其实很多车友啊 一起沟通聊天 那对颜色 我发现很多人的这个回答 我就问他 我说你对这个颜色满意吗 他说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再淡一点就好了 那结果你会发现 无论是它颜色是什么 哪怕它是那种 就是有黑色拼的呀 黑胡桃的呀 深色的呀 或者是不是那么深的颜色 他的回答总是 再浅一点就好了 有些人是接受不了 像这种白色的 或者原木色的 他可能还是要那种 有点重色的 但是他玩一段时间 他会想再浅一点就好了 其实再浅一点 玩一段时间 他又在想 再浅一点就好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出去玩 你会去到别人的车上 突然发现 两个同样大小的车 然后你去到自己的车里 感觉心情就是一种感觉 去到别人感觉 就宽敞明亮又大 其实两个车是一样的 那就是因为颜色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常说的三色法则 就是一眼看过去 颜色不要多 很多小伙伴呢 包括这个你看 很多小伙伴建议就是 像那种座椅啊 做座垫的颜色 用重一点的 用冷色系的话 重一点的 其实我都不建议 因为颜色一重的话 那效果就另外一种效果了 除非你喜欢民族风的什么 你可以装饰一下 但是长期住的话 还是要有一个通透的效果 如果你的空间足够大 很大很大 像家里那种大客厅一样 你可以用重色系的 那房车空间毕竟小 对吧 一共就那么十平米 十几平米顶天安了 十一二平米顶天安的空间 这么大的空间 你略略略有点重色系的 对人的这个心情 都是有影响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房车生活的小伙伴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微信公众号 小蜗牛在囧图 里面有我私人微信 在里面输入微信两个字 我的微信自动推送给你了 有时候可以直接私聊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